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到更感到 2023年4月26日 大谷相拼担任指定打击打第三棒 刚好在六局下半对上因为先发爆炸 转任中继的腾浪静太郎 对外脚大腿高99mm诉求 相当漂亮顺势反方向攻击 急球出速103mm仰角7度 穿越左侧防守空档 加上左外野手Bren Rooker之物 让原一蕾跑者Mike Schrault得分 腾浪中继两局失掉一非自责分 投出三次三振 算是表现不错 八局下大谷第五打席 面对运动家投手Trust Me 先来两颗二缝升卡球 一颗片外侧选掉 第二颗进雷脊椎得漂亮 大谷挥棒落空一毫一坏 接着切换95mm四缝诉求 想塞外脚低位置 结果塞到中间膝盖高 大谷已经看过前面一颗 类似位置的球路 相对容易出手出棒咬中 形成高飞球 最高飞行顶点达到113英尺 然后刚好越过中外野大强 形成两分蛋 本季第六轰 大谷这轰 急球出速103.9mm 你大谷自己的急球出速 是中上水准而已 阳脚34度 大于黄金26度 角8度 又形成高飞球 所以是充分善用了天使主场优势 中外野距离396英尺 是每年最近大联盟排名 第三进的中外野距离 才能以401英尺刚好飞越开轰 统计至昨天 大联盟本季急球出速105mm以下 阳脚34度以上 而且往中外野方向飞的全雷达只有出现过8轰 占总开轰数806轰不到1% 所以这球即便开轰 还是多少显示大谷持续在寻找打击手感 上一次24日开轰之后的25-26日 急球阳脚还是有过低或是过高的状况 不过急球出速有逐渐回温的迹象这是好事